艾琳全成立了23年 他们对你来说就不是粉丝跟隐秘 不是 我很关心他们的 就是说我跟他们就是很像朋友一样 我只要我觉得对我好的人 为我做事的 我的贵人 我一定要回报的 不回报我会不舒服的 像那个艾琳全 他成立了23年 这23年里面我每年都送 很珍贵的纪念品给我 我都很喜欢 但是我都没有跟他们互动 我觉得很愧对于他们 所以他们为你来说 自从你看到他们做这么多事 他们对你来说就不是粉丝跟隐秘 不是 我很关心他们的 我很爱他们的 而且他们也很爱我 那么在这个互动之间呢 就是他们结婚 考试 去面试都会希望得到我的祝福 然后我会一路都会鼓励他们 什么都跟我讲 说怕鬼 怕鬼也跟我讲 我说那如果鬼是张国荣跟邓丽君你怕不怕 他说那不怕 那我怀疑那一点都不怕 张国荣本来在天国已经很亲近了 突然被你cue了 就是说我跟他们就是很像朋友一样 好 就是跟你一块来的 就是这些人为你来说 不是他的角色跟你的社会关系 不是了 而是他需要什么 那你是他的一个近距离近范围的人 你可以给些什么 哈啰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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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黄子焦 我们是动力火车 这是你最爱的老乡大渊 我是威廉 我是陈世安 我们是 机智男孩 加油喜事 我是威廉安 我们是国费五千奇 想知道我的最新消息 只要点开 TVBS娱乐头条在LINE官方帐号 别想看穿我 除非你加入 TVBS娱乐头条官方LINE帐号 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我 赶快搜寻加入 娱乐头条LINE官方帐号 LINE官方帐号 就是我们合理的任意吗 从此 我就要一直 LINE 从此我们就一直 把我的一株一栋 看光光 所有精彩独家的娱乐新闻 随时LINE给你 加起来 怎么弄